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一下战骜的一个发行周期 战骜是大型企业品种 受自然环境的一个影响 品质纯正的战骜 他们一年只是发行一次 从前一次发行到下次发行 所经历的一个生殖生理过程 称为战骜的一个发行周期 那么他们两次之间所间隔的时间是 40周到42周 在生理企业当中称为伐情期 发行周期是战骜的一个正常生理现象 在这个发行周期中 战骜不仅是这个生殖器官会发生变化 他们的体内也会发生 以犀利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生理变化 那么这个过程既有战骜的一个种子特征 像一般这个士林的这个母战骜 只要他们身体健康 机能正常 会在每年的9月份到10月份开始进入发行 在同一个地期 母战骜的发行时间和他们的体况和标情 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 俗话说的好 标情标情 有标才有情嘛 每年入秋了之后 气候开始转量 他们的食量会增加 体积开始变得发粗发胖 在生无邪意义上来说 也是为了储存养分 准备一夜过这个漫长的一个寒冬 这是母战骜即将进入发行 进入发行期限的一个外在表现 所以说每年到了8月份到9月份 应该要加强他们的一个饲养管理 也促进母战骜尽快的进入发行的一个体块